Do take sugar and your coffee 你的咖啡加糖嗎? take 虛 跟食的用法 生命中的快樂都在孤獨的場景 文昌困園 我是Claire 英文裡面呢也跟中文一樣 有一些實質的意思 跟虛無的認知 所以我今天拿take 這個字來給你們舉例 它最常見的意思就是 從什麼地方把什麼東西拿過去 這裡有電話 我錯過了 對不起 測量 他們每天早上來測我的血壓 他們每天早上來測我的血壓 take 吃藥的那個口服 Please take your medicine on time 行李定時吃藥 take 當作買東西的買 I'll take this one 我要買這個 I'll take that one 我要買那個 剛講的都是take 實質的意思 實質的動作 我現在要來講take 心理上的認知 就是比較虛的部分囉 所以要有比較高的智慧 才能理解 但我相信你們應該都可以的 接受 I can't take it anymore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Do you take credit cards? 你們收信用卡嗎? 就不是真的把你拿走 只是你們接不接受 Do you take sugar and your coffee? 咖啡加糖嗎? Do you take milk and your coffee? 你的咖啡加牛奶嗎? 我不要糖 也不要牛奶 我就只要黑咖啡 Americano 到底在自言自語什麼 take 可以當作認為或者是理解 I took her comments as a compliment I took her comments as a compliment 把它講的那些話 當作是一種稱讚 當別人在損你 或者是在貶低你的時候 你可以展現出一個有氣度的感覺 你就可以直接說 I took it as a compliment 我把它講的那些 當作是一個稱讚囉 OK 花費 花費可以是花費錢 花費時間 花費心力 It took me 18 months to finish my project 我花了18個月 才完成這個專案 Can you believe it? 18個月 take 可以當作舉例 Let's take Taipei For instance 我們拿台北來舉例 你選一個你最喜歡的take的意思 然後造一個句子給我 我們下次見 Bye